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体来说变化不大 上阵指数涨了0.23% 深圳方面则轻微下跌0.29% 整体大盘护身300保持原地不变 那么在欧洲方面 昨天英国 法国 德国平均涨幅都是有轻微的大约是0.1%至0.2%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也是一开始是出现了大涨 但是在最后时刻突然被爆出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办公室遭到了FBI的冲击 因此美国股市在最后收盘一小时出现了下跌 那在股市以外的地方 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340附近 而油价也同样目前是保持在63.40美元 在数字货币方面 比特币价格基本保持不变 目前还是在6700至7000美元左右 但是以太坊昨天晚上一时是出现了10%以上的上涨 目前虽然出现回调 但是随时有可能再次出现反弹 那么在今晚的这个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来说一下呢 是2018年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注定不是一个房产之年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澳洲的房地产呢 因为在过去几天呢 在澳洲很多听众朋友和咱们的客户都给我打电话 说到呢 现在澳洲不同的金融机构 有银行 券商 投行 基金等等 都对于澳洲的房地产市场 做出了一个判断 或者预测 但是结果呢 却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啊 应该是谁对谁错 那我呢 也简单地看了一下 在过去几天呢 的确是有几个比较大的上市公司 银行 金融机构等等 对于澳洲的房地产目前和未来几年呢 做出一个小小的预测 比如说以澳洲最大的养老金公司 这就叫AMP安保来说的话呢 它的首席经济学家则预测呢 在2018年 就是今年 墨尔本和西尼的房价将会下跌5% 平均每一周下跌呢 是1000澳元 但是同样作为四大银行之一的澳新银行则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澳新银行的分析师呢 则觉得2018和19年虽然涨幅不会像之前这么多 但是也不至于会下跌 他们判断呢 2018年 墨尔本和西尼的房价将会涨1.8% 19年速度将回升至3.6% 那么另一方面呢 像美国的投行摩根斯坦利 则偏向于呢 距前两位的中间 他既没有说呢 要跌5% 也没有说会涨1.8% 他的观点是呢 由于过去几个月房价比较疲软 加上监管依然压力比较大 因此 现在呢 澳洲东部城市的房价下行的风险开始显现 准确的说 他说的还是比较模糊的 他并没有说好还是坏 但是他是偏向于 那么不管他们说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所有的经济学家 分析师 专家学者 他都是财 因为未来什么价格 咱们谁也不知道 那并不是由一个两个人说了算的 我之前和大家说到任何的商品价格 在自由市场中的商品价格 是由买家和卖家来决定的 那么什么东西来决定买卖家呢 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产品未来的信心 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人心影响着市场价格 就像我们知道经济周期也是由于人心的改变一样 整体大多数人对于未来看好 价格就会上 大多数人觉得没有信心 价格就会跌 所以说房地产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悉尼和墨尔本总体来说 不论是什么情况 这两年三家的观点都是 要不然就是轻微的上涨 要不然就是下跌 只是跌多 跌差而已 三家公司都肯定地表达了 这不可能像前几年一样 每年再涨10% 这个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我也跟大家说过多次 这个既然今年不是房地产之年 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 把自己养老金中房地产的比例降低 如果我们有股票降低地产相关行业的投资额度 同时也要转战到其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收益的产品上 那么其实澳大利亚我们知道 它由于地广人稀 物产丰富 因此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经济发展一直是非常幸运的 只要靠铁矿石就能赚的是一塔户 但是随着铁矿石价格从天上掉落人间 加上呢 现在房地产市场并不景气 使得澳洲经济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发达国家中表现最不好的几个之一 那么房地产价格目前的回调影响的不仅仅是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 更加影响到了澳洲的股市 之前反复说到澳洲的四大银行 它绝大部分的资产是来自于房屋抵押贷款 因此如果房价不上 其实银行资产就在缩水 如果房价下跌 那么即便是这个银行再赚钱 它的总体的市值也在下降 那么我刚才说到了 如果我们减少在地产相关行业的投资 可以选择其他什么呢 我在2018年年初2017年年底的时候曾经推荐过 在2018年长期我看涨的是欧元对美元和英镑对美元 所以在货币上如果我们今年要长期选择的话呢 重点可以参考这两个产品 就是英镑和欧元 那么如果呢我们投资者想要把这个风险规避或者说风险分散一些的话呢 那是呢我们也可以把投资选择在外汇指数和其他的大宗商品把它分开来做 那么在指数上我们2018年长期看涨的呢 依然是跟2017年一样 是中国的A50和香港的恒深指数 那么最后这张图呢 也是美国石油的意思 油也是今年我们重点看涨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要说的是呢 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考虑其他的投资 那么其他投资有什么呢 比如货币中的欧元和英镑 比如指数中的A50恒深 再比如说像大宗商品中的美国和英国石油 这些产品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分散的投 平均的投 那么相对来说风险就会比单一投在一个产品上要大大减少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热门话题 在今晚澳洲时间的10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阅读的PPI指数 虽然这个数值呢 这个数值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呢也会影响到一部分美股的变化 那么其他方面来说 今天晚上并没有其他国家或者是央行发表新闻 因此今晚呢可能会相对于比较平静 好了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